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海盗五合一挖宝盲盒 五块挖掘土分别可以挖出五种不同的海盗宝藏 其中还有这么大一块黄金 这是要发呀 我们就先从这个最像宝藏的宝藏箱开始挖 稍微有点硬还是应该喷点水 大家拆一下这个里面能挖出什么呢 这个脚上金色的东西 不会就挖出黄金吧兄弟们 怎么是软的 怎么感觉像是一个人的模型啊 一个金色的海盗 才挖了这么点应该还有吧 一块挖掘土就出了这么小一个人仔模型 有点坑了吧 瞬间就丢了七块钱 不过这些土的造型还是挺好看的 这是一个像藏宝袋的挖掘土 海盗的宝藏不应该是黄金珠宝钻石这样的东西吗 我知道了 好东西应该都在后面 诶 这是一个什么 这像是一个宝石 你看 说什么就来什么吧 这里还有一个 一块红宝石 一块蓝宝石 有没有石货的朋友 告诉我赚了多少 继续挖 可能还有啊 应该是没有了呀 每块土都能挖出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骷髅头可以挖出什么呢 我感觉可以不用浇水也挖得动了 浇的水弄的我一桌子全是泥吧 这是个啥 现在还看不太出来啊 这是挖出了一个海盗骷髅头的模型啊 很好 就是一个骷髅头 骷髅头土挖出了骷髅头 那么这个黄金土是不是该挖出黄金了 根据逻辑来说 应该是要挖出黄金 没错的对吧 挖了这么多黄金锚 我都没看到是 诶 这么小一粒 这是精致吗 怎么感觉颜色不太对啊 这好像是银色吧 先放一边 我们继续挖 我有一种预感 可能就只有那一个了 你们说 它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含有金的矿石 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提取出来 最后还有一块像月面形状的挖掘土 这次就能挖出什么呢 大家可以猜一下 已经挖到了 这看起来好像又是一个人仔 不好意思拆错了兄弟们 这次是枪仔 诶 还有一个东西 看起来像是一把刀 不会告诉我是一把刀仔吧 刚好 果然不负众望 没了 就是一枪一刀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战利品 这两个宝石和这个金矿石 应该很值钱吧 总共是花了三四五 大家帮我算一下 我赚了多少 这次是一把刀仔细自然的 我看起来